中文字幕志愿者 宋小宝书法作品曝光 一幅字卖出8万元 蔡依林吃剩的23颗芝麻被排出万元 大一哥十几年为洗军袋衣 卖出50万 林一峰蓝布基尼跑车碎片 被叫卖上百万 一年做了26档综艺节目的宋小宝 前部就宣布自己暂点娱乐圈 最无通告一声轻的他 也正式开始了修身养性 除了在身体方面进行认真的调养之外 其余大部分的业余时间 武力咖啡都在认真地给自己重奉店 比如学习艺术知识 比如普列书法 而通过他的末宝也能看得出来 吃链子的功夫没少下 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 武力咖啡自爆 自己的一幅字 在一个公益拍卖会上卖了8万元 要不怎么说明师出高徒 之前宋小宝的师傅赵本山的书法作品 龙腾凤舞 也曾拍出92万元的高价 小编掐这一算 这就是平均一个字 23万的节奏啊 在想到前面上景博然 达成了现实版的一次千金 把自个儿的景博然体入了字库 看来这年头 写的一首好字很重要啊 长年还没有小宝好看 我就纳闷的 他怎么忍心下的嘴呢 我真说谁呢 你干啥呀你 是说你咋的 就你那黑不溜秋的 谁能听你吧 我妈 我小时候我妈可行 我一定要听我爸边 他在损出装的损赛 你这个随样嘛 你承作你 最近宣布和相恋六年的 金融和平分手的蔡依林 一直是不少人的女神和榜样 不管是台湾大陆 还是香港澳门 都拥有大批的粉丝 但是人气爆棚不可怕 可怕的是 吃剩的芝麻都能卖高价 就在2008年的4月 有台湾网友在某网站上 拍卖23粒芝麻 还宣称这些都是蔡依林 在肯德基 吃熏鸡烧饼是掉下来的 所以说这些芝麻 以一元新台币起飙 但在短短的一周内 就有62笔询问 最终更是以40,200 约1万软妹币的天价卖出 厉害了我的麻 不过事后 黑林却给了 用万元拍芝麻的粉丝 会心一击 因为她表示 根本没有吃过熏鸡 更没有掉落芝麻 那么问题来了 那23粒芝麻 究竟是谁吃剩下的 说起大一个朱志文 她那身军大衣 绝对是她最具辨识度的标志 也是她的幸运战袍 而就是这件在十几年前 花了30块买的军大衣 却在2012年 拍出了51.8万的天价 埃玛这规格 直接从低摊货摇身一变 成了奢侈品牌高定啊 而30块变50万 还不算奇葩 关键是这件大衣哥 她穿了十几年的军大衣 一直都没洗过 而大衣哥给出的解释 也相当实在 她表示 自己想洗 但她实在太沉了 不好洗 看来这不光是一件昂贵的大衣 还是一件有味道的大衣 当然 相比军大衣的逆袭 大衣哥拍卖的初衷 更值得点赞 她这次拍卖 而得的51万的收益 都已经全部捐给了患病儿童 请在那个绿水 多好看 风吹那个丑鱼儿 尽管有的粉丝很疯狂 为了收集任何与爱豆相关的物品 不惜豪质上万 但大多数粉丝 还是非常理质的 还记得今年5月 李一峰驾驶着自驾的兰博基尼 与乔敦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车祸发生之后 除了风风本人的道歉 迷媚的心疼之外 最红红火火的 就要数她的兰博基尼的碎片了 这些超跑碎片 被破具商业头脑的围观群众减去之后 转手就挂在了网上 标价从500到上百万不等 而价格的高低 取决于碎片的大小和形状 其中新型碎片标价最高 达到999999元 练财练得如此明目张胆 自然遭到了粉丝的联合抵制 纷纷表示 买家太过分 会不会尊重人案 小编在这 必须给这些理智粉们点个赞 终于到爆炸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们明天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